我們可以篩選 可是篩選的問題一定要完整的書號 否則的話呢 會找不到我們要的這個部分資料的話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就是說 找的是119開頭 119大家會帶出其他的 那這個地方的話該怎麼把程式做個改寫 這裡的話呢 我順便把剛剛那個按鈕 就是這個按鈕本來是沒有的 那怎麼加做個簡單的複習吧 如果你剛剛的程式 如果已經有寫好的話 我們如果要把這兩個SAB 變成兩個按鈕的話 這個前面我們有講過 不過有同學之前沒有用過 我們大概就複習一下 那如果是SAB的話變成按鈕 那我們可以從開發人員裡面 有一個按鈕叫做插入 插入裡面這邊可以找到按鈕 你把它點擊之後 再向右下角拖拉放開就可以了 它會問你說你的按鈕在哪裡啊 就是執行比如說這個是篩選篩選篩編號 或者甚至你可以把這個篩選 這兩個字改一下名稱 我覺得查詢好像會比較容易 篩選好像有些人會不太知道這個篩選怎麼意思 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再把剛剛的名稱貼到按鈕上面去 這樣我們就會有一個書目編號查詢 那同樣的方法 我是建議你可以再按一下右鍵 複製這個按鈕 然後把它貼 貼底下 為什麼要貼呢 因為如果你用貼的再來改的話 那按鈕的大小會是一樣的 那怎麼修改 按右鍵 指定聚集 然後找到篩選復原 那把這個名稱複製起來之後 按確定 再把這個名稱改成這個所謂的復原 那我們如果說我把它做一個查詢的話 剛剛的書號把它輸入上去 08644 OK 沒有 沒有 打錯了 那你會發現 這邊的按鈕變形了 所以怎麼辦呢 記得我剛剛講過 按右鍵 按右鍵之後的話 再點旁邊一下 再按Ctrl鍵 點一下這個按鈕 然後把它按右鍵 這個物件可視 找到什麼呢 大小位置不隨著改變 如果你原來這個的話 它的按鈕會消失 按確定 那比如說我這邊 把這個複製一下 再填一下 這個有嗎 另外一個怎麼樣 這個我可能沒有選到 這邊一定要什麼 大小位置不隨著 剛剛沒有點到 那另外的話 假如我希望呢 輸入的不一定要是全名 比如說我今天只需要輸入119 就可以得到結果 現在119應該是沒有了 有沒有 OK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把剛剛的查詢條件 改成所謂的關鍵字查詢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OK 首先第一個 其實只要改這個地方就可以了 改X 那只要在X的前後加信號就可以了 加信號 那怎麼加信號 特別注意喔 它的語法 比如說我剛剛輸入 第一個 請你把這個地方 也許delete掉了 你就輸入兩個算號 它其實就是等於什麼 等於 它如果 假設不是X的話 比如說你就是 類似像這樣 就是119 那它就會 只要是裡面有119的 它就幫我顯示出來 我現在執行給各位 這一行的話 如果我把這個X先把它 註解掉 看一下 比如說這一行註解 然後呢 我直接執行 你會發現喔 119 什麼都沒有 取消 裡面 裡面 如果有119 開始 的話 只要有119 前後 出現的話 看一下 參考 部分問題是在這裡 因為你可以 把游標放在D1好了 然後資料裡面篩選 你會發現喔 如果你點擊下來之後 各位仔細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所謂的數字篩選 有沒有 那如果 數字篩選會出現 表示說這個欄位裡面 放的通通都是數字 那數字的話 基本上 它就不能把它當成是 那個像文字一樣的包含 因為它是一個數字 那它基本上 除非你要把它轉成文字 它才能夠去找到 我們要的那相關訊息喔 所以特別注意喔 你們點擊這邊是數字嘛 那如果像是提名的話 你把它點擊這邊就是文字 文字就有包含 那也就是說 如果那個欄位本身 放的是數字的話 那我們基本上呢 就不能用包含的概念 去抓取我們要的關鍵的資料 所以這一點可能要特別小心 所以喔 這個數目編號就不行 所以呢 我們把那個數目編號改回來好了 我們也許換一個 假如說我今天 希望查的是提名好了 這個欄位 那怎麼樣 可以產生另外一個按鈕 叫做篩選提名好了 那所以呢 我們如果要增加一個欄位 增加一個按鈕的話 那一樣的方法 乾脆直接從什麼 從第一個Size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直接貼過來算了 貼了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再來做修改 把這邊改成所謂的那個提名 OK 把它改一下提名 好 那也就是說特別主要 把這一段程式複製貼過來 改成篩選提名 然後一樣喔 就是 請輸入的時候 我要讓它 請輸入提名就OK了 請輸入提名 然後我們就輸入一個關鍵字吧 那假如說我用原來的這個方式 直接把ix放進來 那一定什麼都查不到 為什麼 因為它基本上 一定要全部的名稱 除非說我查了之後 一定要什麼 一定要像這個啦 什麼外國女性文學教程 全部都填上去才查得到 可是如果我只希望找什麼 比如找外國 找女性 找文學 那就找不到 OK 那我們要怎麼樣可以 把它改成關鍵字查詢 這個地方的話 改的方法 就我剛剛講的 你就變成說 前後 要加上星號 把它串在這個 就是兩旁 串在兩旁 然後呢 我們來改給各位看 理論上其實你可以像 如果你不太了解這個變成x要串的方法的話 那我們其實可以先做這樣 也就是說在這個條件裡面 我們要找的是一個文字 所以文字的話一定是前後是雙名號 那再來的話 等於 等於 等於什麼是 等於 查詢的話一定是等號 等於什麼呢 比如說等於 等於什麼 等於女性 看這裡面應該蠻多 這個有關女性相關的 這個書籍好了 OK 那記得 女性前後加星號 就表示說 不管前面是什麼字 這個星號是說 不管出現幾個字 只要前面 就是不管什麼 只要中間是女性 那後面的話 後面這個星號是 不管後面是什麼字 反正中間有女性這兩個字就OK 所以也就是說 如果你要查詢的話 實際上就是前面加上等於星號 尾巴加上星號就可以了 但問題來了 接下來喔 因為女性是我們預先輸入上去的 如果呢 我不變更的話 那將來永遠都只能找女性 可是我現在還是希望找什麼 找關鍵字 也就是這個女性這兩個字 應該要變成什麼 變成一個X 所以我要怎麼把這個X放到這裡面來 這個概念喔 跟那個之前喔 把那個I放在那個字串的中間 有一點類似 你們還記得吧 那個把這個I放在有沒有 那個字串的中間喔 那首先 先把兩個字串的一到中間 ANDAND再一到中間 把X放進來就可以了 有沒有發現 感覺跟那個把I放在這個字串裡面的概念差不多 那前後再加空白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把這個關鍵字查詢的部分 給做出來 OK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一樣喔 我們可以把這個 這個先弄一下 執行看看 如果OK的話再把按鈕做出來 那我們就 做出那個所謂的提名的查詢 我們來試一下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應該OK吧 我剛剛只有做第一件事 就是把這個 複製到這裡 第一步把它改一下這個名稱 這個名稱 第二步的話呢 把這個X改成像這樣子 記得把它串在中間 記得喔 它這個是一個 比如說女性的話 是等於 然後 後面是一個信號 然後把你要查的東西放在這裡 然後再一個信號 然後 然後把這個東西再改成X 好 那我們來弄一弄看 如果 符合 達到我們預期效果的話 那應該就OK 來試一下執行 你會發現請輸入提名 提名就是這個 OK 那比如說我要找什麼關鍵字呢 找女性好了 OK 看有沒有成功 如果有的話 那表示喔 這個關鍵字查詢的資料庫 就做出來了 OK 女性 看看這個 不過這邊還有一個另外一個 可能發生的問題 就是說 它這個書的書名好像是簡體字 簡體跟繁體字 字好像是一樣 如果一樣就OK 但是如果 像什麼呢 中國的國有沒有 如果你假如用繁體的國 也會找不到 你一定要用簡體的國 按確定我們看看 找到沒有 沒有 沒有 復原一下 所以這個有可能怎麼樣 這個女性的這個 我看一下是不是這個 女性的部分 我再執行一下 把女性部分的這個 我用複製貼來看看 為什麼又出錯了呢 原來 原來 有時候寫程式還是要 還是要再注意 我這邊出了一個錯誤 各位有沒有看出來 哪裡出錯呢 哪一個 對 對 同學很細心 這個 這個 這個市值的是什麼 第四欄 第四欄 第四欄裡面當然沒有 那應該改多少 對 改二嘛 OK 所以這個也是要很細心的 而且要知道說 每一個 每一個地方 要給他的東西 要是對的 OK 不過我是故意的 就是為了知道效果 好再試一下 OK 女性嘛看看 會成功按確定 出來了有沒有 OK 然後再把它什麼 復原一下 就出現了 那如果我要找別的東西 一樣 比如說我要找什麼 找 找中國 但你如果打那個 中國的繁體字 不行 一定要簡體字 有沒有 它這邊是簡體的 所以這個 可能要特別小心一下 那請各位試一下 篩選題名 那一樣的話呢 我們 就是再多增加一個按鈕 就是把這個 篩選書目複製一下 然後把它貼過來 我把它重新再改成 按右鍵 指定變成是什麼 篩選題名 把這個改一下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去找到 這個 提名部分 那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再還給各位 篩選題名部分 篩選題名部分 那最難 最容易出現問題的 就是 第幾欄 然後後面的話 改成用 關鍵字包含的方式敘述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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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